请老师 关于在伊斯兰的气息当中 要求穆斯典应该具备的品质和道德 应该十个方面的 坚定的信仰 高少的品德 优良的作风 过硬的本领 然后宽广的胸怀 那么上一期呢 也说到了第六个 就是包容的心态 关于包容的心态 我在今天再补充一下 那么包容呢 就是也就期限出 对一个人的这种关爱和同情 我们传统文化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叫海纳百川 有容来大 就说大海它可以容纳几百桥这个小河 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风范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质量呢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容量 它能容得下 那么我们做人也是一样 也是把这个海纳百川 有容来大这一个次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座右铭 来成为我们个人的这个要求 要求我们啊 一定要有度量 要有宽容的心态 能够容得下别人 我们眼睛里面 看见不舒服的事情 我们的眼睛可能 暂时我们看上去啊 这个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肚子里面 一定要有这种度量 一定要能容得下 能容下了 我们的这个品质才能提高 我们的层次才能提高 如果我们处处容不下别人 小肚子床里面 什么也装不下 因为你没有容量 你能容得下 说明你是有容量的 你可以接受其他的东西 能够在你的这个肚子里面 能容下 你容不下 你什么都容不下 说明你是为一个没有容量的人 没有容量的人的话 你什么也装不下 容不下 所以这是穆斯林的 这个第六个高贵的品质 是的 就是包容的心态 对 就是正如赵谦老师 我们所讲到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有一个宽广 包容别人 包容别人的做法 包容别人无知的 这种做法的这种心态 在Sahab的 对安拉华的时代 他们也给我们做过 很多很多的表率 到有人去背谈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说 有一次对我们的Sahab 一位哈Sahab 对他背谈 当他听到别人对他的背谈以后 他任何的生气都没有 反正他特别的高兴 他特别高兴 然后呢 在高兴以后 他还做了一个什么 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举动 他拿了一些枣 就送给这个背谈他的人 就说感谢你的背谈 你在背谈我以后 我还要给你送一些枣 感谢 就是来感谢你背谈我的 因为确实这个背谈会使你的善功减少 而把你的善功会到我这里 会消除我的一些罪恶 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对他的一种教导 是的 一种牵液式的一种感化和教导 而且这种教导是比那些 比如说直接的去辱骂 或直接的去教育他们更有效一点 以德抱怨 这确实是穆斯林的 应该具备的一种高尚的品质 和通过以德抱怨 可以给别人一个改正的机会 其实当我们受到别人的伤害 别人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不去以牙还牙 以恶制恶 那么我们以德抱怨 那么这就是给他让他人得到了一个良好的警示 或者是教育 起到了更好的改造自己的一个机会 如果我们以恶制恶的话 那么这种作用是起不到的 我们只能是会让别人对我们的误解 或者是伤害会变本加厉 只有我们以德抱怨 那么会改正他人 因为我们的这种以德抱怨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直接的教育和感化 这是关于穆斯林的 应该具备的高品质 高尚的道德当中的第六个 就是抱怨的形态 还有第七个呢 就是穆斯林应该有智慧的头脑 应该有智慧的头脑 那么这个智慧啊 我们都谈论了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有些人认为啊 这个智慧和知识啊 它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有了知识 没有智慧这是 可能智慧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但是有了智慧啊 没有知识呢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总之啊 这个知识和智慧两个 这是离不开的 紧密相连的 那么说到智慧啊 穆斯林应该是一个 拥有这个丰富的智慧的 这样一个穆斯林 因为古兰经当中 对穆斯林的要求是 说 你应当以智慧和善言 把人引导 向你的真主的道路 那么这个词当中啊 就用了一个 阿拉夫所谓的 他是古兰经当中 有的 就是智慧 然后古兰经当中说 谁获得了智慧 那么谁获得了 很多的福利 那么就是说 智慧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丰富的智慧 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丰富的智慧 在干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拥有自己智慧 伊斯兰斯 极重视前期的引导 同时也要求我们穆斯林啊 要大力地发挥 你自己智慧和潜能 去认识阿拉夫所谓的大能 同时你看 在出国宗教公修以外 在一些社会的 世俗的事物方面 因为这个社会 它不断地出现一些 新生的一些事物 每一个时代的学者 他根据千奇的引导 的这个大的框架 来解决这个时代 所出现的一些事物 那么这些事物怎么出现 出现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用伊斯兰的这个立场 或者伊斯兰的角度 怎么去解读它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学者 用自己的智慧 理智去参与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穆斯林啊 要有智慧的头脑 这个不管干什么事情啊 要做到这个精神精美 要让智慧 这个发挥它的更大的作用 对 正如前一老师所说的 我们穆斯林要够 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这样可以在社会当中立足 才可以在社会当中 有一份稳固的事业或者是等等 那么在圣人啊 或者是在一些 所哈的一些事例当中 都有很多很多的事例 都能够证明 他们不仅拥有了一颗 虔诚的内心 不仅拥有了一颗一腔热血 对阿拉的这种虔诚 在拥有这些的同时 他还拥有了一颗 智慧的头脑 他必须还有知识 没有知识的话 你无法去发扬你的这种智慧 你无法把你的智慧去运用出去 我想知识和智慧都是两个相互相成的 对 好的 对 知识和智慧确实是两个相互相成的 然后我们刚才说 古兰节当中要求我们 我们是说 你应当以智慧和善权 导入于真准的道路 这个不仅仅是在宣教方面 运用智慧 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要运用智慧 好的 感谢钱老师让我们的精彩解答 各位电视剧眼的关注朋友们 我们稍作休息以后马上回来 各位电视剧眼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荷兰 好的 钱老师 你刚才为我们讲到 穆斯林应该具备的高尚品德当中 其中只有一点就是要具备一个智慧的道路 要有一个智慧的清醒的头脑 好的 他的下面的一些 比如说穆斯林要具备的一些高尚品德是哪些呢 那么这个智慧的头脑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还有几个呢 就是兄弟的情怀 就是说穆斯林和穆斯林交往 和非穆斯林交往 这种情怀是一样的 都是有一种兄弟的情怀 尽管是信仰的差异 可能是我们这个信仰的 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同 可能有些人认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应该就是这个保持一种这个距离的 一个和他们交往的时候要给谨慎 其实啊 这个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交往的过程 应该也是以兄弟的这种情怀去交往 因为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 古兰经当中告诉我们人类是同宗同源的 所有的人他都是来自于人族阿丹 是一个祖先 那么这是同宗同源 我们应该互相联爱 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 它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多元信仰 多元的一个世界 那么这是阿拉斯瓦那特拉造化这个世界的一个特色 多元世界它启现了真主的大门 所以这个 这是阿拉斯瓦那特拉所造化的 我们要接触这样一个现状和事实 我们不能把任何人都要求他去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阿拉斯瓦那特拉在古兰经当中说 在教母当中 在宗教当中毫无强迫 伊斯兰是没有宗教信仰强迫的 坚决反对和敌制信仰强迫的 因为政协确以封明 哪个是真理 哪个是扭弄 这个已经很明白了 所以伊斯兰不需要强迫的这种信仰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点强加给他人 然后他人去接受 不可以这样子 伊斯兰也要求反对这样做 那么对于这种多元文化 多元民族 多元信仰的这种共同 我们一定要接受 所以对于穆斯林 我们也要有这个兄弟的情怀 对于非穆斯林也是一样的 那么古兰经当中 对于穆斯林的这种兄弟情怀 古兰经当中要求我们很明确 所有的姓氏都是弟兄 就是说铺牵下的穆斯林 他都是兄弟 所以我们之间是因为信仰的这个纽带 信仰是我们的一个链 把大家都链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链上的这些人 全部都要有这种兄弟情怀 都是信仰上的弟兄 所以我们在关于伊斯兰教分内 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是讨论是家务的事情 就好像一个大家体的兄弟姐妹一样 我们来讨论我们这个家体所发的事情 然后阿拉夫说到 他说到穆斯林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兄弟情怀的时候 也用了一些情话说 这是你们的信仰共同期 你们的这个信仰共同期是什么 是一个统一的信仰共同期 就是密不可分 牢不可破的 这样一个信仰共同期 然后 我们天使穆斯林的 在哈迪斯当中告诉我们说 爱你穆斯林 爱你穆斯林 穆斯林就是穆斯林的弟兄 他的身份就是这个 他扮演的角色只是弟兄 古兰经当中说穆斯林 所有的穆斯林 他的关系只是弟兄 有了一个 一个限定词 就是只是弟兄 角色应该只是弟兄 所以我们穆斯林和穆斯林 之间交往的时候 必须是要有这种 兄弟的情怀去交往 因为我们有信仰这个纽带 他连接着我们 维系着我们 所以我们之间是 兄弟的这种情怀 是的 正如钱老师所讲 穆斯林 与穆斯林之间的 兄弟情怀极为重要 古兰经当中 这样曾叙述 你们应当铭记 阿拉对你们的一些恩典 那么其中就有 曾经你们都是一些敌人 因为共同的信仰 因为共同对阿拉的一种崇拜 阿拉才联合了你们 才把你们结为兄弟 那么在因为共同的信仰 而走到一起以后 划分彼此 圣信当中也是这样 告诉我们 非阿拉伯人并不比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并不比 非阿拉伯人要优越多 那么只要是一个 同一个信仰的话 我们必须要关怀对方 即使有信仰的差异 那么我们也需要 恋爱或者是照顾 或者是去 承词呀 或者怜悯对方 对 是的 在古兰经当中 关于人类关系定位的时候 阿拉伯人的古兰经当中 有很多段经文说了 就是在描述 把离带的先知 拍向他的民族 去教化他的本民族的时候 郑主用了一个词 爱哈这个词 把他们的兄弟 撒尼哈拍向了他的族人 把他们的兄弟 撒尔布拍向了 麦德烟 把他们的兄弟 这个路腿拍向了他的族人 都用了一个同一个词 爱哈 爱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弟兄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解读 阿拉伯人这样的 古兰经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曾经的这个先知 他是一个穆斯林 他是有信仰的人 可是他的族人 是没有信仰的人 和他完全是两个对立面 可是古兰经当中 用了一个词 爱哈 用这个词来表述 他给我们说明了 一个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向我们齐心 我们和非穆斯林 就是有信仰差异的 这些非穆斯林 同胞子交往的过程当中 仍然有兄弟的这种情怀 他仍然是我们的兄弟 因为人类是同根同源 同一个祖先 因为阿拉在把他和他的民族 联系到一起 用爱哈的时候 那是在他们 那些族人还没有信教之前 就已经用了兄弟这个称呼 来称呼他们 对 是的 我们穆斯林也是一样 非穆斯林都是一样 圣经当中这样告诉我们 那么何为归信 一个人怎么会才能真正的归信 一个人的信仰 怎么能够真正的完美 怎能够做到至善至美 就是说你在信仰以后 你要为你的兄弟喜欢 你自己所喜欢的 就是说爱人如爱情 你喜欢这样东西 那么你要为你的兄弟 也要去喜欢这种东西 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对他的关注 比如说今天你有一顿饭吃 你要去关注你的兄弟 师父今天他有一顿饱饭吃 或者是他吃没吃饭 等等的这一些 对 是的 就如你刚才所送读的这段哈利斯 你们一个人的信仰 不会完美 知道他爱人如爱情 就是说信仰要得完美 只有爱人如爱情 爱人如爱情信仰才完美 那这个也就是期限了 穆斯林的这种兄弟情怀 要有爱 弟兄之间就是爱 弟兄之间的这种情怀 就是充满着爱 所以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交往 是一种兄弟情怀的交往 尤如我们先知 穆斯林的沙拉 沙拉玛在哈利斯当中所说的 穆斯林就好像一个 彼此维系相互紧密 就连接紧密空榜的 一个建筑一样 这是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 那么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的交往 我们采取的态度 也是要有兄弟的情怀 这个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多元民族 多元信仰的这个角度 我们去认同它 我们认为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价值观 我们不能把自己价值观 强加于别人之上 这是伊斯兰坚决反对的 我们尊重他人的这种信仰 同时我们要和他们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要有一种弟兄的情怀 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缺的 也就是爱了 在我们对我们的穆斯林 同胞之间 应该缺少的 也是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看到 很多我们的穆斯林 都是有一个同样的信仰 但是见面好像是非常陌生 本来是就算是不认识 但是阿拉斯 这样告诉我们 就是说他联合了你们 他是你们称为兄弟 即使你们是两个国度 两个国家 两个地区的人 从来没有谋面 那么见面应该是互相问号 不认识到塞兰 那么我们应该把爱 发扬在我们的 传播到我们的穆斯林群体 非穆斯林群体 大到社会 大到整个世界 好的 这是我们穆斯林 要具备的 高尚品德当中的一点 还有哪些古兰经 对我们的指导呢 那么这是第八个 就是弟兄的情怀 还有就是为主的追求 把穆斯林应该具备的品质 第九个 就是为主的追求 为主的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切具意 都是哈里塞里拉 因为我们的 古兰经当中 我们就告诉了这一点 你说我的礼拜 我的现身 我的现身就是我的功课 我的生我的死 是因为真主 养育众世界的真主 古兰经呢 他就给我们总结完了 礼拜就是功修当中最重要的 然后 就是在身现身 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吗 他即使功修也是生活 然后我们的生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死亡 他全部都是为了阿拉 那么这就是 以不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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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阿拉 所能的喜悦 穆斯林的一生的观念 他的具意 也就是这个 虔诚为主 只寻求阿拉 所能的他的喜悦 不寻求任何人的 我们前面说了 干任何工作 我们不顾名钓鱼 我们不参加一些 水分和杂志在里面 只是寻求阿拉的喜悦 只要阿拉喜悦了 我们就去干 我们毫不动摇 毫不犹豫 不在乎哪一个人的匹配 或者是哪一个人的 这种欠责和非保 我们只寻求阿拉的喜悦 这叫为主的需求 一生当中的一切 行为和具意 都是因为阿拉 这边一个 穆斯林高尚平等的 当中的一点 还有一点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代智的激情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要有代智的激情 阿拉夫斯万达 在古兰基当中 把我们人啊 他的价值啊 定性为一个代智者 这样一个价值 阿拉夫斯万达 在《苏拉图的白格》 在第三十节经文当中说 我一直告诉了 罗布克里尔玛拉伊 凯尼迦伊尼迦伊尼迦伊尔 伊尔的荷利夫 当时你的养主队 中间是说 我要在大地上 设置一个代理者 荷利夫 就说人是这个 荷利夫的职责 那么然后阿拉夫斯万达 在告诉我们 这一节经文 我们人的做 他发挥的角色 是荷利夫的 之前啊 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 这个大地上的一切 他都是以人为本的 阿拉夫斯万达说 我来自荷拉图的 他为你们所创造了 大地上的一切 大地上的一切 都是以人为本的 所以阿拉夫斯万达 带着这个世界 就是让人们去 更好的 去利用大地上的一切 以人为本来 更好的完成 这个荷利夫的角色 来治理好这个社会 这是代致的激情 要让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要有这种激情 这是来自于 阿拉夫斯万达的 富裕的这种角色 更加有信心的 这种 充足的 这种激情去生活 是的 对于正如丽老师 这个荷利夫斯万达的 一个積务 这种很酷